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人PT门户网 华人投票APP 普新报 App Facebook Twitter 北欧时报网站 欧联华文网 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网站 非洲时报网站 西北三线网 日本华商网 西中网 匈牙利联合报网站等多家境外媒体纷纷转发 8月7日 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也刊发了这篇文章 主要报道内容如下 买到中国的德国汽车涨价了 中国消费者还没说啥 美国蓝领工人开始焦虑了 这看似令人费解的一幕 就在特劳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战背景下上演了 德国汽车成为特劳普关税政策寄出的第一个新生品 明年的新生品是在美国设厂的 德国汽车公司 现在的新生品则是美国汽车工人的就业岗外 先还原一下新闻致识吧 7月30日 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将其旗下在美国生产并出口 到中国的两款运动型实用汽车SUV 在中国销售价格分别提高4%和7% 原因是成本增加 至于成本增加的原因 也不难找到 自可朗普政府对都国多线发动价征关税的贸易攻势后 美国产宝马车的全球采购零部件价格上涨了 同时 作为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之一 中国从7月6日起对产自美国的进口汽车 在新实施15%关税基础上在加征25% 急征40%的税 这意味着 今后以美国为原刹地的各国品牌汽车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因价格因素而减少 早在白宫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开征钢率关税 打响贸易战第一枪起 就有不少业界人士分析说 全球化产业链发展程度 很高的汽车和电子产品可能会首当其冲 成为新生品 因为 全球大型汽车生产商 都是重量极的跨国公司 在世界各地建厂 根据美国汽车新闻 Otomotive News 今年6月公布的最新报答 2018年全球100家最大汽车零部件公司 100名Top Global Suppliers 来自德国 日本 加拿大 西班牙 韩国 墨西哥和中国等17个国家 每辆汽车设计的零部件高达上万个 从组装到生产下线 离不开全球产业链 上各国各供应商的精密分工 协同合作 此轮贸易战的汽车产业链 上任何一个技巧环节的影响 都会搅乱整条产业链 这就是所谓成门失火 殃及之余 美国对产自其他国家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 随后不少国家进行反制 就央及包括美国通用 福特在内 也包括德国宝马在内的各大汽车企业 金融时报指出 事实上 唐纳特·特朗普为了对现金竞选 是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的承诺 撕毁了他认为会损害美国来领选民的国际协议 这实际上已经开始摧毁汽车制造商们熟知的事件 一起被特朗普摧毁的 可能还有他天天挂在嘴边 要保护了美国汽车工人吉兰领选民的就业岗位 因为美国总统让关税子弹对外一见狂走 被反制的钢板给弹了回来 打伤的倒是在美国市场 解决美国人救济问题的外国收起 德体戴姆勒公司表示 2017年他在美国生产汽车的20%向往中国 2018年二季度由于中美贸易摩擦 他的净利润已下降27% 如果加征关税继续 他将重新考虑生产布局 包括在中国建立新厂的可能性 再看宝马汽车公司 他在美国南海罗赖内州的斯帕坦宝城 Spartenburg建有其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厂 现已超越美国本土汽车品牌 成为美国最大的汽车出口企业 在当地雇佣员工9000人 在斯帕坦宝城周边 还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多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厂 每一家工厂都有当地雇员 去年 斯帕坦宝城出产的宝马汽车 70%都想往美国进来 约25%出口到中国 纽约时报报道成 宝马公司曾给美国商务部写过一封信 表示如果未来出口 美产宝马SUV成本国高 公司将会考虑削减在斯帕坦宝城的投资和生产规模 作为连19年稳坐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的中国 一直都是各国各大车体青睐 并不愿轻易放弃的市场 奔驰 宝马两家得体的前开词已经很明确 那就是 贸易战如果继续下去 在美国减产才源不可避免 金融时报曾引用一位专业人士的话 将贸易战给全球汽车产业带来的影响 形容为一场完美风暴 Perfect Storm 风暴的完美 在于一丝一毫都指向它的反应 及各种因素组合起来 对全球汽车行业会带来致命性的打击 还是那句话 阻止风暴的球在白宫手里 怎样拯救风暴中的同胞 就看他愿不愿意踢出这一脚了 多家境外媒体转发国际瑞评文章 CM的面走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子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